身穿藍色西裝 拿著黑色衣服蓋住上扣雙手 疑似刻意躲鏡頭 他就是陸生共諜周鴻旭 調查局盯上周鴻旭 九號晚間約談他 說他涉嫌在台發展組織 刺談公務機密 吸收外交部人員到日本旅遊 並交付機密資料 並且承諾會在境外匯美金 被檢方以違反國家安全法 並認為他要有逃亡串陣之餘 將他羈押境界 而他在政大的朋友得知後 都感到相當驚訝 在同學和學校友人眼中 周鴻旭像是地頭蛇 喜歡到處趴趴走 臉書中有不少他在台灣旅遊的照片 還分享不少海濤法師的言論 76年次的他 101年到政大就讀器管所 105年7月底畢業 花了四年完成學業 但在這之前 他先到淡江大學讀完學士 政大校方表示 周鴻旭研究所的同學 大多花兩年完成碩士班 偏偏他卻花了四年 在台時間超過八年 去年畢業離開台灣之後 曾經短暫返回大陸 今年二月十九日 以投資經營管理名義入台 找上我國外交官搜集機密資料 周鴻旭個性活潑 也被發現他積極參與台灣政治活動 新黨方言人王秉中 站在椅子上演講 在他旁邊幫忙舉牌的人 就是周鴻旭 太陽花以後大概半年左右 那他陸陸續續參加 我們在台大的一些講座 喜歡蒐集講工的一些 Q版的一些公仔 周鴻旭參加臉書上PO文 說風山景來澳門避避 朋友開玩笑回文 在台秘密身分曝光了 沒想到兩年前的臉書對話記錄 如今易語成成 藉董東軍只為三星小組 特別報導 第一次